會點進來看就代表你有想要買電動車 但是看完這集 你再決定要不要買 大家好我是Beele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如果你想要買Gogoro 你就必須要了解的事情 現在Gogoro 它也有跟很多的廠牌進行合作 他們統稱為叫做 PBGN 車系 但這次的影片中 我會以Gogoro 這個品牌為主 Gogoro 這個很新的產品 在這幾年的確創造了不少的話題 它兼注很多傳統車行的模式 讓很多買Gogoro的人都沒辦法去管 你看Youtube上有很多人拍退坑的影片 大家多多少少應該都有看過那些影片 所以呢 我也 只是我想給大家想要入坑的人一點心理準備而已 那我們就正式進入主題吧 第一個跟大家分享的是它的保養裡面要預約 其實預約本身不是什麼壞事 只是台灣每個地方的預約狀況不太一樣 有的區域其實很快就預約得到 但有的區域可能就要五到七天才預約得到 目前啊 PBGN 車系裡面應該就 Gogoro 這個品牌比較難約 畢竟人家是龍頭嘛 車比較多一點 而且像大家幾乎都週休二日啊 六日 大家都要搶一定是非常的不好的 不過這幾年來其實Gogoro 有在解決這個問題 你看起我們APP這個地方 它可以選這個東西叫做推廣站 這些車行其實都可以做維修保養 所以你在購買前 你可以問一下業務這個區域的預約狀況 給自己一點心理準備 保養費的部分啊 我這邊推薦給大家一個網站 這邊可以選擇車走 1000公里就是第一次保養 4000公里就是第二次保養 電動車的保養是這樣子的 它第一次是看啊 你娘合約或是1000公里看哪個先到 之後的每一次都是半年 或是3000公里看哪一個先到 費用跟項目在這個網站上 你都查得到 一些比較少騎的人 會覺得這保養費不便宜 以油車來說 我可能一年啊 就騎1000公里 那我就只換那次機油 只花了250塊而已 但是你換電動車之後啊 你就算沒什麼騎喔 你半年回來啊 你保養費可能還是要碰個500到800塊 啊很長騎人啊 就覺得說 我3000公里才花500到800塊 就覺得很划算 油車來說啊 你3000公里啊 機油大概也要換3次拿 一次算250好了 三次算一算 大概也750塊 那其實 跟這個電動車的保養費 就差不多 像我自己平常 大概一個又騎個 5600公里的人 所以這個保養費啊 跟我以前油車是比起來啊 我個人覺得是差不多的 我騎起來 沒有比較省的感覺 平常騎車可能比較早騎人啊 換電動車應該是不會比較省錢 但是你看喔 如果你今天是外送員的話 我覺得騎電動車 應該是省超級多的 其實電動車續航力 說實在的啊 油車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我平常一組電池啊 我大概只能騎 50公里左右 可以看我這次去藍的影片啊 你就會知道這個電池的續航力 到底有多爛 不過啊 我平常在市區是比較沒感覺啊 因為市區到處都是換電站 我沒有電我就跑去旁邊就有得換 如果你之前騎油車 是一週才加一次油的人 你換電動車之後啊 你一個禮拜可能要換2到3次電池 那這個頻率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話 那你就可以買 因為租費啊 你不管有沒有騎 你都一定要繳哦 月租費的介紹也會看我這個影片 上面都有每一個詳細的介紹 那這個其實對於啊 里程書會忽大 忽小的人來說 比較不好抓啊 雖然說啊 你每個月啊 都可以更改方案 不過人算不如天算嘛 誰知道你下個月跑去哪裡玩 說不定我下個月 心情好突然想環繞怎麼辦 像我自己當時剛買車的時候啊 那個時候有綁3年的池奧保子 899 你就直接給他綁下去 因為第一年我真的是騎蠻兇的 我一個月都有1000多公里左右 但之後啊 疫情爆發嘛 啊也沒什麼拍起 但是我現在約我也改不回來 我一樣要繳那個899 我是覺得啦 GoGo如果可以出一個啊 像以前手機一樣有那個 預付卡有沒有 我買一定的用量啊 但是我限定在什麼時候用完 我覺得這樣子應該會不錯 如果GoGo看到的話可以參考一下 月租費貴一點沒關係 但是你讓我用多少算多少 相信維修費應該是大家最想要知道的話題 很多人啊都覺得 電動車的維修費啊特別貴 但是我接下來講的事情 我並沒有要平反這件事情的意思 只是說電動車這個是一個新世代的產品 我們不能拿可能幾十年前的車子 跟現在來做比較 現在新世代的油車啊 維修費其實完全不會輸給電動車 我來講一下為什麼 我拿一顆大燈來舉例好了 以前或許燈壞了啊 可以換可能殼啊 或是燈泡嘛 單換 但是現在不一樣 現在都就是模組化的 所以你要換就是換一整組 那修起來當然不貴啊 而且這邊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去年我們家比較衰 有兩台油車剛好被三寶撞到 一台是2013年的G6 E50 2013年到現在已經有九年了喔 那個時候是在宜蘭被撞到的 所以我們就在宜蘭附近 隨便跟車廂先估價 他估完我跟他合對之後啊 他估九千塊 那我把上面的品項 一一的核對 我發現他很多東西都沒有估到 然後我就跟老闆說 老闆啊這塊有差張為什麼沒估到 結果老闆就直接回我一句說 他那個一點點而已 而且東西還可以用 然後我就滿頭問號 我心裡想說 奇怪我是被人家撞的 為什麼這東西不能估進去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以前跟老闆說 這個東西保險位 他們車行有錢還不賺 我就覺得很奇怪 反正之後聊一聊 我就直接換別家修了 那我別家估完啊 就找認識的估吧 估一估大概是三萬多塊 這個就是很合理的價格 因為畢竟撞到前面嘛 你前面的殼全爆了 之後第二台是今年三月才發生的 PGO BONE 125 這台車原價 你知道多少錢嗎 不到六萬塊的車子 然後這一次的車禍其實很輕微 只是原地倒車而已 那這家台北的車廠 就是我們常常去修的車廠 它估完價九千塊 我一一合對之後 沒錯這些有商的地方都付進去 我會講這個故事啊 只是想要告訴大家 你配撞跟自摔 估價當然金額一定會不一樣 不管什麼車都有一樣 現在貴的摩托車基本上超級多 你現在只要年輕人會喜歡的車子 一台一定都是十幾萬以上 所以我請大家齁 騎車一定要買第三責任錢 你不要撞到別人車在這邊 凹來凹去 多麻煩 所有的東西都是公定價沒得殺 這個啊我一定要講一下 工資的部分 你去哪裡修車啊都一定會有工資 只是 GOGORO會另外把工資秀出來給你看而已 然後我在社團看到很多人就講 他們說什麼工資這麼貴啊幹嘛的 但還好啦我看留言其實大家都蠻明理的 工資貴啊不然你自己裝啊 人家買機器 買工具不用錢喔 跟大家講不管修什麼都一樣 該給人家就是要給人家 而且人家修之前都會先報工資給你看 他又不是說修完再給你收這個工資很不合理 他也不怕這個爆出來之後被你拿去脫網 因為不管你去全台灣哪一家GOGORO 這個工資都漲一模一樣啊 GOGORO的所有東西啊 價格是沒有得到的 全世界最硬的東西就是GOGORO 這樣你懂了嗎 最後謝謝大家耐心的看法 一樣產品一定會有它的好跟壞跟適不適分你 就像我說的嘛不從騎的人啊 就會覺得月租費超級貴 然後像我這種喜歡到處亂跑啦 我就覺得它的續航力超爛 如果你也想體驗科技的魅力 那這些事情都可以接受的話 那你不用猶豫的 趕快去買吧 至少我騎了三年了啦 目前好處在我心中是多於壞處 大概7比3吧 所以我目前都還算是很滿意啦 以上就是我在GOGORO界這麼久 新的感想 希望可以讓想買車的你有幫助喔 最後不要忘記一定要按讚與分享 訂閱比爾EG31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